英国王室这几年也开始流行节俭风 包括凯特和卡米拉 王室里积压的一些东西都被一一拿出来 前两天凯特亮相一场颁奖典礼 一身穿搭确实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不是多好看而是那种节俭风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件白色的仙女裙 看上去仙女飘飘 很受大家关注 但是媒体很快就发现这件衣服过去穿过 只不过略微改造一下 联想到卡米拉放弃定制王冠 这让外界感受到王室新气息 犹如一种新风 作为英国王室成员 亮相红毯 出席一些晚宴 对于凯特来讲 那是很常见事 这方面就出现一个情况 每年都会花钱买晚礼服 考虑到晚礼服价格 还有王室出席公务频率 必须从长计议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 凯特就已经开始穿旧礼服 并不是一种稀罕事 选择旧衣二次穿 算是一个明智方式 我们衣服还多次穿 王妃就不可以吗 况且只要巧妙搭配 根本不觉得丢人 这件凯特穿的这件白色晚礼服 值得大家借鉴 感觉不跌价 将左肩上小花拿下 换成一条白色丝巾 效果立竿见影 戴安娜生前就喜欢穿长款手套 没想到凯特学了个十足时 黑色手套加白色长裙 看着好时尚 事实上 相对于那些女明星 凯特这身造型 值得大家点赞 并没有其装一服 依然延续她一如既往的大气风格 客观上来讲 这些年她身材并没有多大改变 穿旧衣本身没有太大不适 凯特王妃会过日子是出了名 旧衣二穿被她玩得明明白白 不少人都爱跟着她学 客观上来讲 这种是好现象 不会浪费 王冠和首饰都能多次佩戴 衣服为什么不能 况且这种晚礼服价格很贵呢 平时工作她也会旧衣多穿 像这件花卉连衣裙售价 1365英镑 价格是贵了一些 不过好在能多穿 这种衣服风格很大方 坦率来讲 就算过了好几年 也不用担心过时 媒体此前多次拍到 凯特穿旧衣 值得大家点赞 哈利婚礼上 凯特身穿亚历山大 麦昆 白色丝绸连身裙 这次就是她第四次身穿 说真心话 考虑到王室影响力 以及凯特人气 这波操作对于民众来讲 肯定会有效仿 客观上来讲 勤俭节约风气 也是值得称道 查尔斯今年5月份 就要举行加冕典礼的 对于王室来讲 也是一件大事 这几年 英国王室大事不少 花费有些大 可循环使用这波操作 值得点赞 像卡米拉使用 玛丽王后王冠 就是值得点赞 从历史意义角度来看 可能卡米拉对于英国王后 更在乎 其他一切都是虚的 对于查尔斯来讲 过去当了那么多年太子 如今成为整个王室大家长 这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 随着父亲登基 威廉和凯特成为王储夫妇 只为上升意味着责任更加强大 明显感觉凯特 每次亮相时 身上那些气场 要比过去增加不少 同时积极利用自己影响力 造福于百姓 成为正能量代表 事实上 英国借助于王室人气 还能带动旅游业发展 国外多少人 慕名来参观王室产业 像一些宫殿 庄园等 当然还有兜售相关纪念品 像邮票 小饰品 礼品栏和出版物等 王室经济有利于 促进英国经济增长 看看凯特威廉大婚 就是最明确例子 多少人慕名而来 还有电视转播 都是一笔不菲收入 这些年 英国王室也面临不小危机 时刻考虑到王室应变能力 当年戴安娜 王妃意外去世 人们对于王室不满 那是持续增加 如果不是关键时刻 政府说服王室公开 为他举办葬礼 恐怕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 经过二十年 休养生息 将支持率给拉回来 结果哈里 梅根又惹出这场乱子 这两人这波操作 让王室成为全世界笑话 霍夫相依 只是没有想到 哈里和梅根这么一闹腾 反倒让查尔斯 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度 查尔斯当上君主之后 不光要领导英国王室 重新挽回民意 最关键是还要延续 王室未来 过去老一辈人 对于王室有特殊感情 愿意继续供养他 但是年轻一代人并不买账 这些年关于是否保留王室 都会在欧洲被讨论 足以说明查尔斯面对现实 这种情况下 更考验英国王室的高情商 凯特穿旧衣服 卡米拉带旧王冠 何尝不是一个好现象 事实上这几年凯特 因为哈里和梅根爆料 多次被登上风口浪尖 这两口子有些癫狂 动不动就拿王室过去发生那些事 在媒体面前说三到四 这种情况下 更考验王室的应变能力 千万不能乱了分寸 这段时间一直传出来 查尔斯想要邀请自己的二儿子 过来参加加冕礼 但是遭到了英国王室内部 以及民众的强烈反对 说真心话 大家都怕哈里和梅根请过来后 回去再写个一本书爆料一下子 这不得又把查尔斯气出个好歹 越要关键时刻 威廉和凯特肩负使命会更大 必须成为王室中流砥柱 帮助老父亲承担更多任务 让王室继续延续下去 除了要辛苦操劳王室公务之外 还有缩减开支 除了节约吃穿用度之外 最关键的方法还有裁撤人员 特别是一些旁支人员 这种在当今欧洲算是很流行 不少王室都是如此这般 对于查尔斯来讲 留给他时间 真心不多了 必须做出果断决定 英国王室作为欧洲一个古老王室 能够存在这么久 肯定有自己生存之道 凯特 卡米拉这么做 值得大家赞赏 这才是兴旺之家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凯特花了多年的时间 来适应王室生活 及其带来的媒体关注 而梅根的经历则不同 梅根与凯特命运 不一样的最重要原因是 本来都可以在王室 舒舒服服过日子 虽然凯特是王妃 未来的王后 梅根不作妖 肯定也好舒服一辈子 但是奈何梅根爱作妖 回看凯特一家人就明白了 家风 家教有多重要 凯特一家相亲相爱 互相支持娘家人 从来不惹事 不给凯特摸黑丢脸 凯特也特别争气 靠个人魅力 俘获威廉的心 两情相悦 这是良好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 所以不要再说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了 而梅根 她童年生活的不幸福 包括姐姐爸爸对她黑料的主动披露 还有她的功利心 各种恶心人的小动作 主动爆料王室各种新闻给媒体挣钱 欲求不满 据说当初梅根是看上了威廉 威廉不理睬她 她才去勾搭哈里 大家就会明白一对名事理的父母给孩子的不仅是健康健全的身体与心理 还有正直的做派 为人处事实大体 因为父母才是最好的老师 家教家风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而且不可逆转的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皇室好媳妇 那还得是凯特 梅根除了会带露音笔 会哭惨 会爆料 她还会什么 哦对了哥儿姐她会心理学 把哈里控制得死死的 都敢掩护她带着露音笔进教堂了 也算一种本事吧 中国人常说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这个是老祖宗们经过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大智慧 是做人的很重要的法则 俗话说 人无完人 人与人交往有点问题和摩擦 谁也无法避免 不要指望别人处处都顺着你 一旦出现一点 不愉快就翻脸不认人 恶语相向 甚至断绝来往 最后后悔和难堪的往往是你自己 这种事情从古到今不知道重演了多少次 作为吃瓜群众 我们不要仅仅是看戏 最好还能够从这场皇家闹剧中明白一点道理 这样岂不更好 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说三遍 家和万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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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所有观看此频道视频的您 家和万事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